字幕 李慧財 李慧財 字幕 李慧財 字幕 李慧財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看《枯翻通識》這個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李慧財 探究人類在空間裡的地位 大致上已經完成了宏觀宇宙的部分 在上一集我已經介紹大家去看一些有關 宇宙事物體積大小比較的網上短片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 就必定真是嘆為觀止 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其實人類面對這個宏觀宇宙固然渺少得很厲害 但原來在我們以下 還存在著一個超乎我們想像的微觀宇宙 這個宇宙就包括了 只有傳統的光學顯微鏡才看到的各種微生物 也只有電子顯微鏡才看到的病毒和分子之下的世界 以及連電子顯微鏡都看不到的 原子內部的世界 這個要透過那些粒子加速器 粒子碰撞才能揭示到的世界 首先讓我們看看微生物的世界 如果我跟大家說地球上為數最多 而又整體的質量最大的生物 原來是我們肉眼所看不到的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當然如果大家沒有聽過我剛剛說的引子 必定是一頭無水 甚至以為我在亂吹一通 但既然大家剛剛聽過我說的引子 那麼聰明的你都會猜得到 我所說的 那些不是什麼隱形的獨角獸 即是童話入面 或者是這個 魔界入面的 Middle Earth入面的蝦比人 或者是電影 Man in Black MIB入面所說的 隱居地球上的無數外星人等等等等 而是 只能夠透過顯微鏡才能看到的 就是細菌 原來就是細菌 以它的種類 數量 甚至是整體的質量 分分鐘大於地球上 是其他的生物 細菌 我們一般英文 大家知道叫Bacteria 但記住 Bacteria 已經是雙數 因為多數我們都說雙數 但如果說單一隻細菌 我們叫做Bacterium B-A-C-T-E-R-I-U-M 好了 即使大家這麼聰明 以下的事實 仍然可能是令大家大吃一驚的 就是 其實 無數的細菌 正是生活在我們每一個羊的身上 其中一部分 就在皮膚之上 這裡 這裡 更多的就是在我們的體內 例如我們 腸臟裡面的大腸肝菌 不過大家就不用擔心 因為細菌 就不一定是病菌 剛才所說的那麼多細菌 其中大部分對我們都是武害的 小部分甚至是有益 例如我們腸臟裡面的所謂益生菌 大家可能都聽過就是了 科學家曾經指出 如果我們能夠好像 哇 最厲害的哈利波特的魔法 將我們 一個人的人體 突然間從半空之中移走 這個所謂人體就是 完全是屬於我們自己身體的細胞 突然間在半空中移走 大家猜到內殼和外殼的什麼組成 就是由各種各樣的細菌所組成 如果這個人形細菌殼 已經令大家起了雞皮 以下這個 我相信 更加令大家 真的有些 挺嘔心 因為科學家告訴我們 就在這一刻 無論是在你的面上 還是在我現在的面上 是無數的小動物 正在生生不息的 就包括在這裏進食 在這裏排泄 在這裏交配 在這裏繁殖 在這裏繁殖 在這裏死亡的 行不行的 不信 請大家上網查一查一個字 就叫做無狼蟲 其實它的中文正式的學名 就叫做 魚形滿蟲 大家聽過陳埃滿這件事 魚就是蟲字邊 就是一個蟲的魚 然後需要的蟲 就是魚蟲 魚形的滿蟲 就是蟲字邊 其實好像滿足的滿 不是三點水 就是蟲字邊 就叫做魚形滿蟲 簡單一點 大家如果上維基百科 看習慣英文 就很簡單 看DEMODEX DEMODEX 你一查 不一定是維基的 很多網站都有介紹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不是說謊 不是嚇你 是真的 不過 這些 無狼蟲 它的體積大概是0.1毫米長 有些更小 你知道 毫米是多少 1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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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0毫米 就是1毫米 毫米 很小 這樣 它是0.1 就是更小 1毫米 就是10分之1 肉眼 肉眼 我們一般看不到 當然 比起細菌 它們已經是巨毛疤 講到大小 細菌 一般有多大呢 其實我們一般 要用微米來做單位 就是幾十毫米 即是幾十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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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做 micro meter 即是1毫米的百萬份之一 即是1毫米的百萬份之一 如果計算上來 即是 我們要找1000隻細菌 1000隻 排起來 才有1毫米那麼長 所以難怪我們肉眼看不到 而細菌之下 其實還有病毒 大家知道 包括導致我們 雙胸感冒的病毒 以及這幾年 搞到全世界都 雞毛鴨血 這個所謂COVID-19的病毒 這些病毒 其實大概有幾大呢 一般 它們比細菌 還要小大約100倍 所以它們是小很多 而病毒之下 原來還有更加可怕的 就是導致所謂蜂牛症 在人類身上 叫做黑魯甲氏症 那些叫做病原性蛋白 就是病原性 就是由它導致這些病 英文就是P-R-I-O-N 有些讀P-R-I-O-N 有些讀P-R-I-O-N 中文譯音就是普利昂 其實它只是一些蛋白質 但是呢 它竟然可以導致 我們出現這麼可怕的疾病 也可以傳染 大小呢 一般呢 直接用這個 微米都不行 我們一般要用到 納米 Nanometer 大家都聽過 Nanotechnology 所謂納米科技 Nano 就是10-9次方 也就是說 十億份之一米 如果你用一個毫米來比 就是一個毫米的一百萬份之一 你說洗得多久啊 這些病原性蛋白 但是在微觀宇宙來說 這個當然未到盡頭 因為再下去呢 就去到分子和原子的世界了 因為蛋白質 一直下去呢 那些 我們叫做蛋白健 Pacti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分子 分子又由原子組成 但是原子呢 原來就是由這個 電子和原子核組成的 就是電子在外圍上 運動 中間就有一個原子核 原子核呢 原來就是由質子和中子所組成的 質子就是proton 中子就是neutron 質子就是帶正電 中子就不帶電 電子就是帶負電 如果大家讀過的那麼多中學的物理 當然都知道 但是你沒有讀過中學文理 沒有辦法 再下去呢 就是 組成質子 中子 還有其他大量的 以前那些叫做基本粒子的 一種粒子叫做quark 叫quark 就是quark 留意呢 在二十世紀初 科學家就以為 原子核裡面的質子和中子 已經是物質最終極的構成磚 所以呢 曾經是把他們連同電子都叫做 基本粒子 英文就叫做elementary particles 或者fundamental particles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了 原來質子和中子都是有結構的 它是由quark 所組成的 所以現在科學家呢 一般呢 就只是接受 只是有quark 電子 還有光子 還有中微子 這些幾種的粒子呢 因為他們真的完全沒有人能找到 它有進一步的結構 所以他呢 就叫它做 fundamental particles 就是基本粒子 那至於其他 好像質子 中子 還有大量各種各樣的 叫做戒子 戒呢 就是戒入的戒 或者是戒少的戒 叫做misson 就是都叫做 複合粒子了 就不是一個基本粒子了 但另一方面呢 世界的變化呢 當然呢 就要有能量 但是 這種變化 就是複雜紛 星光電熱 一樣東西 但是呢 過去百多年 一個最大的成就 就是科學家 歸納出 原來在這些各種複雜紛 變化 後面呢 都只有四種的基本力 是起作用的 那些就叫做 弱核力 Weak nuclear force 或者interaction 强核力 就是strong nuclear force 電磁力 就是electromagnetic force 和重力 就是gravity 有時是叫做引力 那這個呢 可以說 就是 將它歸納成這四種基本力 就和人類發言宇宙的膨脹 和大爆炸 一樣呢 都是現代科學一項極偉大的成就 但是暫時呢 我們只是集中於 探討人類在空間入的位置 所以這個題目 雖然是非常引人入性 我們都只能夠就此打住 將來有機會才和大家講解 一個極其引人入性的問題 就是 在宏觀世界 我們有所謂 可觀測宇宙這個極限 即是說 如果我們看到最遠的東西 是有一個極限的 你沒有可能超過那個 即是幾多億光年 我之前解釋過 於是我們就問 在微觀的世界 但又有沒有極限呢 這樣就牽涉到 即是說 空間和時間 是不是無限可分的 千古之謎 是吧 大家可能一邊聽過 在莊子 有一篇文章裡面 有提到的 他說 一尺之誰 日取其半 就是 萬年不揭 或者取之不揭 即是說 你拿一尺 這麼長的物件 來把它分開一半 每日拿它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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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拿一半 其實你萬世都拿不完 這個很有趣 你想想 這是二千五百多年前 莊子 即是有這種 樸素 真是探究無限的思想 但現在 到了二千五百多年後 經過了這麼多 物理學的偉大的革命 究竟 空間時間 這種分割 剛才說過 就是物質的分割 其實最對的終極 就是不止物質 包括空間和時間 答案究竟是怎樣 是有限還是沒有限 由於時間關係 沒辦法 我在這裡 只能直接說出答案 就是 原來是有限的 為什麼有限呢 關鍵在於 在量子力學中的 海森保密確定原理 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 原來科學家所論證 理論上 人類可能探究到最短的距離 是叫做普朗克距離 為了紀念這個普朗克 建立量子論的科學家 Planck Planck 所以就叫做Planck length 這個Length 是短得很交關的 我也免得說有多短 再說 時間都一樣 而最短的時間 我們在佛家裡面 有所謂一刹那 原來物理學家 是真的有一刹那 沒得再短的時間 叫做普朗克時間 都是跟他掛勾的 就是Planck time Planck length 和Planck time 是小的 也很交關 多小呢 那我就 免得說 不知道十的負 多少次方 四十幾次方 那樣 我就留回它 當作是一項功課 大家有興趣 就上網去找找 究竟小到什麼地步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格列佛遊記》裡面所說的 大人國和小人國 這些故事 但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就是 如果我們考察 恒星和原子 這兩種宇宙的基本單元 這樣人呢 真的剛剛介乎兩者之間 就以長度來計算 其實恒星比人大數十億至數百億倍 而人呢 比起原子呢 又大數百億至數千億倍 其實當然是有少許不同的比例 但其實都不是原子都那麼交關 即是說 我們原來正正是處於大人國和小人國之間 當然 至於有關那個大小的比例的原子 當然比起小說裡面的假設是大很多很多倍 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震撼性的觀點 其實就是我在初中的時候看了一本 這本書叫做《星星原子人》 這本書其實當年是台灣今日世界出版社 就翻譯一本是寫於1970年的英文科寶著作的 說得誇張一點 真的 有了認識之後 我們可以說 黃天在上後土在下 正在處於中央的人類 是真是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 所以它是任重而導遠的 從另一角度看 所以 微觀宇宙 比起黃觀宇宙 可以說是更加神秘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每一刻 都在我們眼皮底下展現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在我們的皮膚 那些無狼蟲 但是如果再下去 那些分子原子 電子 但是我們對它們 就真的亡言 是無所知的 直至到最近這百多年 在古印度 佛教的經典學說 有所謂的衰微山 原來衰微山 就是傳說中位於宇宙中央的一座大山 而佛經裡 竟然有所謂的衰微立戒指 戒指立衰微這種原妙的說法 也就是說 原來宏觀宇宙的東西 可以藏立於一個微觀宇宙 因為戒指是什麼意思呢 不好意思 戒指就是一些很小的植物的種子 很小的 衰微 就藏戒指 這個很容易理解 衰微山那麼大 那你說藏一些植物的種子 容易藏很多都可以 但是它最有趣的是下一句 就說戒指立衰微 原來一粒這麼小的植物種子 也可以容納整個宇宙 這個當然是一種原之有原的說法 但是最奇妙的就是 現代物理學的發展 在某一個意義上正在呼應這種情況 為什麼呢 原來科學家發現 要了解宏觀宇宙 即是所有的時空的起源 以及它最早期的演化 我們就必須尋憂入眉 借助最前緣的粒子物理學的理論 而進入到超微觀宇宙的世界 相反 如果我們要了解物質 能量 以及各種基本粒子 各種相互作用力的本質 這些微觀宇宙的東西 我們就必須上訴 掃留而上 追尋至整個宇宙的洪荒時期 那個時空肇始的一瞬間 對我來說 這種最大和最小之間的密切關係 或者如果我們用辯證法的術語 即是說彼此之間的對立與統一 可以說是現代科學探求 帶來的一種最大的震撼 也是一種最大的知性上的滿足感 好了 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下一集我會介紹 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 就是地質學家 他們所說的深度時間 就是deep time這個概念 請大家到時準時留意 收聽收睇 拜拜 駅 不得了 放棄 反省 駅 有 很快 製作人 並好 檢查 好了 請我們